現在AZ疫苗雖然歐盟的藥管局已經核可 但他因為有太多的爭議了 然後有專家是認為說要不要等到韓國施打的結果有數據之後再打AZ會比較有一個保障的感覺 那想請問一下所以確定施打的日期是週一嗎?謝謝 韓國他們的施打數據一直都很公開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每天都會在他們外網上面都有公佈打了幾劑有多少個這個不良的事件 那死亡的調查其實都有你都可以自己去查 所以我們都有注意 有關是不是禮拜一會開打 那這個當然就是下午這個指揮中心指揮官他說他剛剛有在記者會有說他會參加這個記者會 所以如果有結果當然有可能在傍晚的時候會宣布 今天有醫院陸續收到AZ疫苗但是數量都不太一樣 所以想請問說分配的標準依據是什麼? 主要就是因為這些他們有先調查他們醫院施打的醫護人員的人數 所以就是根據他們要施打的人數給予多一點點的這個疫苗量 其實就是這樣子 第一階段配送的57家醫療院所除了連江因為天后不佳沒有辦法今天送打之外 其他56家都已經在今天中午前已經配打 那整個過程是非常順利 我們56家已經收到 那我們第一批大概有配送多少的疫苗出去? 大概是四萬四千五百劑 就是包含連江的一起算進去 就看他們今天會不會送到 就看看飛機可不可以飛得了 還有最後一次 我們要拍攝的 我們要拍攝照片 我們要拍攝照片 碰到跟隻眼睛 我們要拍攝照片 不錯 我們要拍攝照片 你自己的拍照片